一名廢城的男子深夜在城裡散步的時候遇到一群蜗熊 正在拍攝的時候一隻成年蜗熊突然衝過來咬了它 當事人Benjamin McCrew告訴Fox電視台 他在7月初的時候在十八街和Christian街附近行走的時候 發現一群蜗熊幼兒爬過小巷的圍欄 這個時候McCrew拿出手機進行拍攝 片段中可以聽到McCrew對他的朋友說 這群蜗熊就像雜技演員一樣 McCrew當時有保持距離 拍攝蜗熊一隻一隻地翻過圍欄 然後走進圍欄後的巷裡 還有一隻小蜗熊還在圍欄慢慢爬下來 期間一直看著拍攝者 這個時候一隻成年蜗熊突然衝向McCrew 並咬了他的腳 攝痕中可以聽到McCrew的尖叫聲 說蜗熊咬了他 攝痕然後撤換到McCrew在醫院接受治療 其中詳細說明了他需要注射一系列狂犬病的疫苗 包括當晚的三劑和接下來有其他三次注射 事後McCrew告訴Fox電視台 如果他再次看到蜗熊他一定會遠離他們 天下輩視記者 編輯報導